占领行动踏入第21日 在旺角尼敦道 集会人士和警方在深夜爆发连串冲突 造成18个警员受伤 至少33人被捕 到现在为止旺角一带气氛仍然紧张 大批人还占据住尼敦道 而保安局局长黎董郭就严厉指责 有击进组织带头煽动冲击警方的防线 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作出强烈宪责 占中发起人陈建文就认为 责任在于政府 没有回应到集会人士的诉求 质疑政府没有诚意和学联会面 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宣布 已经敲定在下星期二展开对话 全城会公开直播 学联就说对于会面时间地点的安排 没有意见 有两苏听报道 学联要求在下星期三之前和政府对话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说 初步敲定在下星期二下午 在黄竹坑二专和学联举行两小时对话 会面会议直播方式进行 不切观众席 并且邀请领南大学校长郑国康主持 双方可以各派五个人参与会面 昨天香港学生联会出的声明 就说希望这个对话能够在星期三之前进行 就叫我们不要拖延 其实我们昨天给了他的日子 包括有一个星期二的日子 打算推荐这位召集人来做今次会面的主持人 这位召集人就是领南大学的郑国瀚教授 我和郑国瀚教授就都是初步联络上 五位人士出席 我们这方面的五位人士当然是包括我 袁国强律政司司长 谭志源政制琴台地事务局局长 专责小组 另外两位分别是特首办主任邱腾华 和政制琴台地事务局副局长刘光华 林郑月娥又不认为警方的执法行动会动摇对话基础 对话就是还对话 而占宗的行动是占宗的行动 是两码子的事 不会动摇我们的对话基础 正如我刚才和大家介绍 在这两天我们大致上针对对话的各项的细节 都已经是敲定了 所以我都很热切期盼在下个星期二 和香港学生联会的学生代表进行这个对话 林郑月娥重申 政府不会接受不符合基本法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方案 又表示稍后会和学联代表会面相同安排 亚洲电视记者梁素亭报道